路口耗時綠燈 公車要左轉 司機沒注意到前方 有一輛重機要通過路口 直接撞上 公車擋風玻璃破裂 重機騎士當場倒地 連人帶車卡在公車底盤底下 知道車底下有東西 但是不太確定是車子還是人 消防隊過來的時候 有把車子做撐起來的動作 這個發生的地點 是在岡山路和校前路口 車禍發生的當時 旁邊還有停等紅燈的騎士 警察人員到場後 趕快用工具 把公車的車體抬高 先把機車拖出來再救人 機車騎士 然約22歲 遺似清洗 雙腳外傷 索性公車上的一名乘客 沒有受傷 或之前離去 幸好騎士沒有生命危險 回到事故現場 重機倒在路邊 騎士的安全帽和鞋子 也在一旁 而原本漏了滿地的油 清潔人員撒上墓穴止滑 警方初步研判 雖然當時的路口耗之綠燈 公車可以左轉彎 但是必須離讓執行車 而重機行進路口 也沒有減速 才會釀成這起意外 307位連貫之何震風